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在自失和发球上落后 尤其是自失送了对手27分 这也是后两局比分胶着的最主要原因 此意 科内的双子星图拉莫和哈克双星闪耀 两人的扣球成功率颇高 其中 图拉莫38扣19中 哈克35扣17中 两人的扣球成功率都达到了50% 在双星闪耀的情况下 二船沃洛兹也积极激火复攻战术 法赫尔9扣7中 卢比安8扣5中 两人扣球成功率均在6成以上 可以说 科内此意再度上演了多点开花的局面 二船沃洛兹功劳不小 反观洛瓦拉这边就显得有些单调 光套接应卡拉库尔特一人得分 其余两边攻和第一场比赛一样出现牙火情况 卡拉库尔特43扣19中 小博赛蒂30扣8中 亚当斯16扣6中 卡尔卡塞斯11扣4中 只有复攻齐里切拉的扣球成功率不错 9扣6中 无奈只是复攻 无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个人得分方面 科内的普拉莫23分拿到全场得分王 哈克17分 法赫尔10分 罗宾逊9分 卢比安7分和沃洛兹5分 洛瓦拉卡拉库尔特20分 小博赛蒂10分 达内西9分 亚当斯和奇里切拉格7分 卡尔卡塞斯4分 科内决赛的对手将是斯坎迪奇和蒙扎之间的胜者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斯坎迪奇赢下蒙扎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也就是说 斯坎迪奇将近后朱婷的到来 不知道届时双方会上演什么样的一场大戏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